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许有些人是在南部啊或者东部 也可以IG跟我分享 你是在哪个地方啊 你的天气怎么样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什么呢 就是我常在想说 一个人他怎样的人生才是他认为成功的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觉跟经历给大家 当作是一个参考 有时候我们会在报章杂志啊 或者是网络啊 不管是脸书或者是IG 会看到有某些人某些角色 过着自己很想达到那样子生活的现象 其实曾经以前我也是 会去羡慕 会去比较 我会去希望说 哇要是有一天我可以成为某某某 那该有多好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 那这样子也非常好 因为这样才有一个你努力跟前进的动力之一 那后来我生了小孩 结了婚之后 我发现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以前可能会觉得是说 我要达到怎么样的成就啊 我的作品要发表到多少 有多少人知道我 那才是一种成功 后来我会觉得 其实每个人成功的模式不一样 不能用人家的成功去套用在自己的生活 而且你会过得很辛苦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只要一家人 健康幸福快乐就是成功 别人会说 你骗人啊 怎么可能 你必须想要的更多 我后来觉得啊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之后 我开始反思我自己 什么是想要 什么是必要 跟需要 我觉得这三个要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以前我好像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有交往一任的男朋友 希望这段我老公不要听到 那时候我们交往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 对方的爸妈 应该说我们彼此的爸妈都有在讲说 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之类的 但是一开始我会觉得 这样会给男生压力 可能在一起两年三年之后 对方一直没有给一个答案 我其实觉得还蛮沮丧的 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不结婚 于是我就 那时候我问对方说 那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为什么你还没有想要结婚 后来呢 他回了我一句话 那句话我应该都一直记得啦 他说他希望等到他 变得比较 有一点知名吗 就在这个业界能够比较 有一点名气之后 再来谈 结婚的事情 可能有些男生会觉得 一定要等到可能或许 事业有成啦 有能力可以养家的时候 再来 谈 结婚的事情 可是呢 当时的我就是很单纯 我就说 可是如果两个人都很相爱 一起努力 我觉得我也可以一起负担啊 但是就是终究一直没有等到答案 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说 那你怎么不等这个男生 他可能 功成名就了之后 你们再不如理他 可是 你不觉得有些东西是 没有办法等的吗 也许他已经 迈向成功 但是 这过程当中感情也淡了很多 那我是觉得我也不想细说太多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 跟每个人的选择 其实以前我在思考说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你认为的成功 是事业要做的有声有色呢 还是说 自己被很多人发现 当一个公众人物 又或者是说 在这个行业里变得很出色 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都不一样 不能用别人的成功的人生 套用在自己身上 因为是不可能合适的 这个当中你可能会失去很多 那些很平凡的事情 你不会去注意到的人事物 我自己觉得要去 适时的去检视一下现在的自己 有时候会不会因为忙碌啊 就忽略了身边可能关心自己的人 或者是不管是朋友亲人 还有可能很亲密的另外一半 现在的我自己啊 会让自己的步调慢一点点 其实真的是为了希望可以 多一点的体验生活 放慢脚步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讯息非常的多 可能你一天 你的LINE啊 你的微信 你的脸书讯息 叮叮咚咚咚 就出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讯息 有时候你已读了 你又不好意思不回别人 所以现在的人时间 非常非常的碎片化 我觉得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书籍 教你要怎么样去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过着成功的人生 比方说有些人会觉得说 要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或者是说你要养儿育女 你才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觉得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个 衡量的点都不一样 不要去太过听从外界的声音 有的时候会有太多外界的干扰 而你会不清楚你自己真正的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成功的人生 决定于你心中想要的 那个路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一致 我觉得有时候人反而会因为外界很多不同的声音 而去影响你所做的选择 我觉得听从自己的心声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你有没有试着 可能忙碌的一天下来 你花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 可能你坐下来 跟自己 自言自语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发呆也好 你可以去想一想 现在过的生活 是不是你想要的 或者说现在过的生活 有没有朝着你心目中所喜欢的那样子 那条路去走 我觉得慢慢的 你就会理出一个自己适合的模式 然后也会比较清楚 自己想要过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还记得以前啊 我妈妈过世之后 有一个她以前教过的 算是国小的学生哦 然后她现在已经长很大了 她有时就打电话过来 因为我那时候刚好接到 她说 请问是谢依林吗 就是我的本领 我说对对对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 她可不可以去山上啊 跟她同学拿急速话过去看我吗 我就说 当然好啊 没有问题啊 然后后来呢 她就跟我讲了一段话 我其实到现在一直记得 她说 我妈妈的名字嘛 就什么什么老师 常常在课堂上跟我分享说 领领真的是一个非常热心 跟善良的孩子 于是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 我真的快哭了 因为以前啊 我妈妈还在的时候 她常说 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 你不要这样热心 过了头自己都顾不着 但没想到她常常 跟她教的学生们 分享我自己的个性 于是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要维持我的初衷 就是我最根本的那样子的性格 我觉得那句话也是 让我现在的个性 依旧是这样子 就是有时候这么的多管闲事 也算是热心吧 我觉得每个人 从生下来都有一个 与生俱来的能力 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没有意识到 或者是有时候你还没有发现 你自己的潜能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知道 你的使命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大胆的去发挥 我觉得一定有一天 不敢说我能够被看见 但是至少 你能够做你真正的那样子 你想要做的自己 那最后最后呢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节目 其实是 我有一些些的经历 也许不能说是非常的独特 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可能一路以来的一些 求职的心得 还有创业的分享 以及感情啊 或者是照顾小孩的一些经历 都会放上我的podcast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也可以订阅 然后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们 听这样子 我们的节目才可以被更多人知道 或是听见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内容呢 也可以私讯到我的IG跟我讲 这样子我也知道 因为我可以分享什么样的经历给你们 那就祝大家这个礼拜 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充实又愉快的一周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